新闻今日谈 由以下商家联合赞助 下载PyraAPP 水工变工油漆工 就在您身边 把范汤森凯文和多年分行销售冠军 您可信赖的中区房产中介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听收看新闻今日谈 我是David政经纬 那下午好是Summer 那在从3月3号开始 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会议 是2019的全国两会是在北京开幕了 是那我们来看看呢 这个最近正在北京 非常热闹的两会最新的状况 是中国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是开幕了 总理李克强进行了政府工作报告 宣布今年的工作目标 据了解在经济增长的目标上 仍会设定全年GDP增长6.5%左右 那么这个习五条 也将写入报告中设台的部分 按照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所设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 到2020年初初步建成小康社会 所以今年的发展主要的预期目标就是 国内的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为3%左右 全国两会是在3号的时候开幕了 所以说其实在1号起呢 北京全城都是处于戒备的状态 地铁进驻了武警 安检呢也是变得异常的严格 新闻中心及相关会场都有武警及警犬的巡逻 所以说这几天呢 有5000多名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将其去北京参加两会 有记者搭乘北京地铁观察到 自从1号开始呢 地铁站派驻武警站岗 平时较随性的安检人员呢 是变得异常的严格 而且特别是在转程时 有保安抽查身份证 在大会会场及新闻中心周围呢 都是有多辆警车的戒备 并且有广播循环的播放 您已进入戒备区域请尽速离开 是 所以看得出来这个安全工作 做得滴水不漏 那单来讲呢 两会啊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呢 大家非常的关注 因为在很多政府啊 重要的工作报告呢 都会在两会当中啊 可以听得到 两会大概就是说比较集中民意吧 然后跟这个党中央汇报一下 人民情况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们要根据人民现状 做一些哪些改变 调整 对 那我们在今天三点之后呢 稍后啊还会跟在北京 两会现场的记者进行连线 来看看呢最新的目前啊 会议进行的状况 是 那当然来讲呢 今年的会议啊 媒体记者是也去了上千个啊 所以大会呢对于今年的媒体啊 要求多了一样 要严肃啊 以前没有这个规定 但今年规定的记者要严肃 因为据说去年的时候 大家应该被两位女子给刷屏了 一位是这个蓝衣女子 还有一位呢是红衣女子 是 对因为这个去年两会部长通道 在电视直播的时候呢 就有发生说这个记者提问 另外一名记者翻他白眼的 这样的一个事件 成为了比较另类的这样的一个焦点 让官方认为是破坏了大会的严肃性 所以说呢 有鉴于去年发生的记者翻白眼事件呢 大会人员是特别提醒记者 一定要遵守会场纪律 重要的是不要做怪表情 据说这个是2018年 美国全美电视执行台长 张慧君在提问的时候 就是这个红衣女子 她在提问的时候呢 一旁的蓝衣的第一财经记者 梁湘怡是露出了相当不耐烦的表情 还有肢体动作 所以说呢 今年两会中心的工作人员 特别是提醒啊 这个持采访证的记者要守规矩 尤其是在直播掉避镜头 在你的附近的时候呢 不要做怪表情 因为这个怕被抓拍下来 今天呢也将设这个开会铃提醒 与会代表委员及记者专心开会 还有进行采访 要进场的时候要打钟嘛 上课一样 那个纽西兰的国会也会有声音 就是有点嗡嗡嗡嗡嗡嗡这样子 好像告诉大家进场进场开会了 就是只是在入场之前会 对对对他就等于说开始倒计时一样 大家听到这声音呢 该聊天的该干嘛的通通到停了 要进入会场 因为说实话之前大家关注两会可能都是一些比较民生性或者一些政治性的话题 去年确实这图片中的这位蓝衣女子是刷爆了大家的朋友圈 因为第一时间呢当时呢大家把这个焦点放在翻白眼的这一位这个女记者的身上 叫梁湘怡 梁湘怡 那当然呢第一时间她的公司这个叫财经台 第一财经 第一财经 也把她呢做了一些这个处分啊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呢随后呢大家发现呢 原来的被害人啊 哎呀那个故事更精彩 据说是这个红衣女子当时在提问的时候呢 就说45秒钟的时间 张慧君 对她都是属于那种没有直接切入主题浪费她的时间 绕一大圈 因为你看后面那个男士啊都已经听得都呆了 另外一个眼睛都闭上了 嗯 对不对啊 那当然呢这个今年呢就规定了哈 因为这个当时啊张慧君后来很多人去这个人肉搜索啊 发现他差点嫁给豪门 对 你看这身材 她的title真的很奇怪 你上网去找这位这个红衣女子的title 全是什么什么的台长 然后又是什么瑜伽女神 给自己标榜的就是那种新时代女神的形象 这个让我们觉得很惭愧 因为我们什么长都不是 只有长头发 但是你是男神 没有我们长头发啊 那除了其他都没长啊 那当然来讲呢今年呢这个可惜啊 这两个大概不会去了 哦应该拉入黑名单了吧 对对对不然的话呢你平常心讲今年可能啊又又挺抢风头 因为他们两个的长相确实我觉得在记者圈中算是比较亮眼的 对对因为你要到这种部长通道下面的记者这个成百上千 要被这个领导点名呢这个基本上呢你一定要够亮要够亮 做前排 并且还要对很亮眼 对然后呢问题呢要够长 长到呢大家都可以呢 翻白眼 遇到你你不能说部长今天天气好不好这问题太短啊 一定要讲讲讲讲讲讲一大堆 部长听了半天还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对他当时好像是给是跟那个中国国资委的这个这个 这个呃主任提问的啊 然后大概前面就是铺陈了很长就是什么哎呀你做的很好啊什么什么的 我可以很讲很多了对不对啊那但是最重要呢今年呢就特别要求大家要严肃 控制好自己的表情是我觉得这个乐趣啊可能这个花边就少了一点对啦不然的话不过这个表情包应该那个 你知道吗他不仅是翻了一个白眼他刚他只刚才就翻了一个然后没有想到就等了几秒钟之后他怎么还在讲然后又翻了一个 对好像我有看到影片是个连续动作对啊连续动作 然后当时去年这个时候他的表情包就出来的超多啊真的哦什么老娘不屑 哦真的哦什么本仙女不想听本仙女本仙女嫌弃你的这种好吧下次我们下次我们也去download一个放在微信里啊这个表情包自制表情包 丰富一点啊好两会新闻呢暂时我们先讲到这里三年之后呢有更多精彩两会的内容啊带给大家那我们稍多休息待会继续来看看在这个孟晚 周的案子啊现在华为啊全力出击开始进行反击动作那是什么样的动作呢一会一会告诉大家我们待会见广告之后见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你好欢迎回到新闻今日谈我是David正经纬 大家午好是Summer是我们知道孟晚舟啊在去年12月啊在加拿大呢被拘留之后呢虽然现在交保 但是整个华为啊跟孟晚舟还是处在一个非常被动只能接招的状态 对不对好那在此时呢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环节啊反击战 是那么这个华为要控告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并且呢这个孟晚舟女士呢是单方面的向加拿大的这个提起了控告 我们先从这个华为控告这个美国政府开始跟大家讲起 因为就据知情人士报道说呢华为技术公司计划周四也就是这个三月七号公布控告美国政府 这个如果说这个报道是属实的话这是公司在一周内两度的采取行动了 消息人士就表示说华为准备这个向这个美国德州法院提起诉讼 就美国2018年通过2019年财年国防授权法中依附加条款进行这个诉讼 中国政府呢以谴责法案是针对中国控制美国政府机构跟中国企业 包括这个华为的合约以及对检视外资投资计划的委员会有更多的权利 最先报道这个向华为要裁 最先报道华为准备采取法律行动的呢是纽约时报 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是在2018年12月1号 拘捕了从香港乘飞机往墨西哥中途在温哥华转机的孟晚舟 于是呢美国司法部2019年1月28号是针对华为其两间子公司 及孟晚舟以23项罪名进行控告 就涉及了银行诈骗电讯诈骗妨碍 妨碍司法公正合谋窃取商业机密违反伊朗制裁令等 并且呢这个加拿大司法部周五就是3月1号的时候宣布 批准处理引渡孟晚舟的申请 是那看得出来呢在过去这段时间从12月初啊 这个不管华为不管这个孟晚舟啊都是比较被动啊 那当时呢还在观望看看家方跟美方的态度 但是看来呢到目前为止呢似乎啊让华为觉得这个局啊 已经对他越来越不利了 所以呢他们决定啊反击 当时的时候有刚刚事件发生的时候采访华为 华为都是以官方的姿态来讲 好像是蛮相信美国和加拿大的司法公正性 但是后面呢 先软嘛软啊 先软然后后面实在是不行的话 他爸爸又出来认证飞出来讲话 用感情啊 对打感情来说很想女儿 最后的话呢是华为现在据消息人士说了 有可能会告 但是这个是纽约时报发出的消息 这有一个美国呢他基本上是三权分立 是 司法立法行政三权分立 他现在是利用司法系统控告行政系统 这种诉讼的东西呢 在美国啊在其实哪一个国家都一样 任何人都去可以告政府 对不对 基本上呢哪有什么政府 政府最大对不对 你敢告政府你死定了 但问题是呢 美国呢就可以去告 居然华为啊是一家外国公司 他可以去控告 当然控告的过程中呢 这一定是第一要花很多钱啊 是 那华为不缺钱啊 一般人你可能告不起啊 那第二呢 这个你这个时间呢 可能很冗长 三五年呢 没一个结果啊 可能就不断地在那边诉讼来 诉讼去 但是很多事情会因为 在这个诉讼当中呢 可能因为在司法审判 所以呢他会被暂时先放到 就是会对华为啊 在整个案子上面来说呢 比较有利 对不对 譬如说你说我跟伊朗 卖东西给伊朗 我怎么样 你说我华为有一堆 对不对 你还没告我 我先告你 对不对 先下手为强 先告 而且他跑到德州告 那之前呢 起诉孟晚舟的是 纽约 这个就是 这个等于是 纽约的联邦法院 对不对 东区联邦法院 好 那他现在呢 跑到德州去告 那美国的法也很奇怪啊 州有州法 是 联邦有联邦法 他可能呢 在德州 不一定可能告得赢啊 也可能告赢了 但是呢 能不能影响到 整个联邦的法 那也不一定 但是呢 我就告 感觉到呢 我也不示弱 我在反击了 我不是等着让你啊 放到菜板上 砍的 对不对 我也来砍你啊 这在美国的部分 你回头看 加拿大的部分 加拿大的部分 是对这个孟晚舟 对他提起了控告 对 他的重点是什么 对不对 对 因为就是说 孟晚舟在加拿大时间 的时候就周三 他的律师就已经说了 以向卑诗审的最高法院 提起了这个民事诉讼 是指控加拿大当局 严重违反孟晚舟的 宪法权利 因为他就 孟晚舟这一方起诉说 就表明说 加拿大政府 警方以及边防部门 并非立即逮捕孟晚舟 而是在拘捕孟晚舟前呢 就对他进行了这个 扣留搜查以及问话 并假装进行 例行的海关检查 强迫孟晚舟提供证据 以及资料 那么文件 也指控加拿大当局 不当的拘留 孟晚舟约三小时 期间呢 没收了她的电子器材 并且是要求了 孟晚舟女士 交出她的密码 事件是令她出现了 精神焦虑 以及失去自由等等 所以说呢 现在孟晚舟的律师 是要指控控告加拿大 是 有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 喂 你好 最近孟女士好像要请律师控告加拿大政府是吧 是 华为又要控告美国政府是违宪的 那么就是有点奇怪 就是当时孟晚舟被那个加拿大那个边军就是拦下的时候 他当时为什么没有起诉就是加拿大政府就是对他一些收声啊 一些这个情况表示违宪 因为我看见网上就是说 孟晚舟就是团队认为 古迹这次就是引渡聆训的可能性 大多数就认为是被引渡到美国的那个可能性是极大 所以他就是想通过这个手法就是拖延时间 因为假如说当时应该当时要是对他的不公众的对待的话 他当时就应该通过律师对加拿大政府断定起诉 因为就出于这个考虑 我觉得是他们这个想法好像也有一点道理 另外我最近在那个微信网上又看到 好像那个叫什么 汇丰银行又提出了就是孟晚舟女士 和那个伊朗和叙利亚一起来往的证据 好像又提出来一个证据 刚刚我今天上午才看见另外一个网络 所以总的来说对孟与士的未来的处境 好像确实是不太好 是好的谢谢这位朋友分享 谢谢您 是这个应该说是一次战术性的攻击 拖延时间太低了 不一定能够打赢全盘的战争 但在战术上我要有一种动作 我觉得拖延时间是为了想办法 而且要被引渡到美国 对而且我还是觉得中美之间的一些情绪上也好 或者事件上的缓和会对这件事情有帮助 他现在就是在等 他把事件拖得越久 因为特朗普理论上来说有任期 他任期到了之后 如果他有连任你还是要拖 拖到他最好两届八年拖完了 不能连任的时候 那你才有转还的余地 否则的话你非常容易 到处被联邦法院如果真的判了 说有罪 你没有人能救你 除非你说你今天逃亡 否则你只要被联邦法院判 那就真的没戏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还没判 审判都没开始 还有转还的余地 下午好 下午好 来你请说 说两会 我觉得你们早上主持人有时候也那样 开个玩笑 比如说翻白眼 你们早上女生之间有时候也有不对付的时候 俩说两句半上了 然后你就听那五分钟时间 就其中一个人在那说 过了个break之后可能就差不多好点了 是 好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以后呢要逗逗姐翻白眼 所以咱们你们之间有时候也那些 不过大家都能理解都能原谅 谢谢您 谢谢您 但一般女主持人翻白眼是撒娇了 对对对对 然后呢 要我给你翻一个吗 那个孟晚舟的事我觉得这对华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而且也不亏 就是你控制阿姨跟孟晚舟 华为的科技这方面的也不会有人受任何影响 那手下的高管也不会因为前面有人被逮了以后我们就不当华为高管了 我就怕了我就不敢干这事了 你想他们公司那么有钱 而反而实际上是让华为在做一个国际上的法律上的一种科研的探索 我就花点律师费 但是我就看透你美国的套路了 因为你原来你也不出招 我也不出招 我也不知道你说禁止我们卖你医疗怎么样 那会怎么样 那我真卖了会怎么样 那现在好 那我就知道你美国的套路了 我也知道你加拿大的套路了 我们对你的整个司法体系 你怎么未来怎么把所有的事情应对 包括你是你要取证 你最后你说我从哪里来的证据 那我们都会知道你是哪里来的 身体例行的以身试法 对啊你是银行给的好 那我们以后在银行这个架构上我们怎么小心 那如果你要是你要是这个你要是这个签约的时候 那我们以后跟你买东西 跟高通买东西的合约我们怎么签 那你是铁听来的 那以后我注意我们自己的内鬼的事情 我们怎么防止 反正其实这一次很好的练兵 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其中一个具体的人 你也不能把这个管车打开 你也不能打开 你也不能怎么他 你不就是翻着他吗 他大不了他看两年书而已 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演习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各位朋友 来我们继续听 有断掉了 欢迎再打上来 当然这个孟晚舟啊他跟一般人都不一样啊 如果今天我们讲美国啊不管是FBI或是美国联邦政府或是特朗普 如果想要呢这个打到华为啊只有一个人是关键 对 孟晚舟 而不是任正非哦 就是这种情贼先情王的这样的一种思想 为什么呢因为呢理论上来说啊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孟晚舟啊她跟着妈妈醒啊她爸爸叫任正非那任正非呢我们曾经讲她这个跟第一个太太啊生了孟晚舟之后孟晚舟到十几岁啊才改姓孟她改姓孟之前呢其实任正非当时啊还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商人而已 还不沉气候那关键呢是老丈人啊这个背景够好对不对 当然任正非呢在老丈人的关注之下呢就有很多机会啊发展她的电信事业 这个无可厚非最重要的关键任正非啊任用女儿刚进来的时候呢很低调对不对 从这个前台前台做起对不对服务客户啊接电话一直啊进入了什么 财务部财务部啊因为随着华为的事业庞大有很多子公司有很多贷款有很多业务往来 你想看一家公司对公司所有运作最清楚的是谁会计财务部嘛我收多少钱对不对 我花了多少钱老板都不一定知道但是合约的签订财务有一份 所有的应收账款未收账款贷款这些来龙去卖财务部全部掌握 当然我们公司小一个那但是孟晚舟他们家公司呢N个 财务长他又是财务长对不对 所以华为过去这十年呢最风光的时候所有的华为的钱在全世界什么地方 哪边该收没收的哪边该付没付的哪边该借没借或借了没还的 财务长通通都清楚 好如果今天要把华为给抄底就都倒塌了 你找任正非去任正非搞不好都说我不清楚啊 对不对他真不清楚对不对他只管大的比如说研发方向 公司今年盈余多少就行了对不对 所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华为是一家没有上市的公司 因为你公司上市啊就要什么 透明 摊开账本嘛 说股东要看 对不对 华为没有哦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 难道他不要外面的资金吗 不是 因为坦白讲他的账太复杂 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今天美国厉害 我等你孟晚舟 等你到了加拿大 原来他想加拿大应该没事 我转机我去墨西哥 就他美国啊跟加拿大搞定了 蓝人 是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呢 这个美方啊 已经说句不好听 准备很久了啦 听说啊 连那个汇丰银行啊 还派人去卧底 应征行员 负责呢 跟华为 一个银行里面一定一堆人 对不对 华为是大客户嘛 那个资金往来不是像我们什么三百五百 对不对 来来来往往的东西呢 账户啊 很复杂 所以听说 汇丰银行 有一个部门啊 一群人 就专门伺候华为的 一个大客户啊 那这个FBI的人啊 就卧底在里面 就就长年啊 就收起证据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不是 不是随便今天啊 抓一个说 就华为好了 来 孟晚舟 过来 就你 不是 早就准备好 对 我们来看看这个 5号756朋友说 20多项反控告 说美国瞎变乱造 来陷害孟晚舟 实在说不过去了 回顾之前 中兴事件 也是给美国一箭封喉 庆幸的是 中兴看下形势不对 立马跪地 求要减后一条小命 现在华为会不会像中兴那样 跪地求饶 还是想看看 美国是真老虎 还是纸老虎 要说一句真话 中兴跟华为呢 两个不在一个点 中兴比华为小多了 中兴比华为小 有传说华为是国企吗 而且华为的营业额啊 各位要知道 阿里巴巴 大不大 腾讯 大不大 还有一个叫什么 中国有几个 新浪 对不对 这三个加起来的营业额啊 还没有华为大 你就知道华为有多大 对 一讲阿里巴巴 大家说哎呀那多有名啊 那么大了 对不对 然后腾讯 也姓马 对 他们再加一个新浪 三个起来 还没有华为大 你就知道华为有多大 那中兴呢 应该算三个 对不对 华为大哥 对不对 中间还有马哥嘛 我们今天听下来 这个老二 喂你好 小伙好 段迅 欢迎在报答上来 所以这件事情 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孟晚舟的反击 跟华为的反击啊 对于整个 状况来说呢 是有战术的 战术 战术 运用 tackle 因为你 我觉得你之前说就是 孟晚舟也不可能 等着这个 说OK 你被你這樣砍 任由你這樣被砍 那我一定要把時間拖到最大化 最大化當中 那我們就等看看國際形勢有沒有改變 或者是看看 比如說像現在就提出了訴訟也好 控告也好 你在反擊 因為孟晚舟用的這個案子 是先就是沒有拘捕先問話 這個在美國有很多案例 他們曾經有一個很有名的案例 說有一個小孩子被綁架 那然後這個警察就抓到嫌犯 抓到嫌犯之後就要帶回去警察局 在路上兩個人 兩個警察就在聊天 說現在外面下的大風雪 這個小孩子不知道被藏在什麼地方 萬一天太冷他凍死了怎麼辦 那這個嫌犯就坐在車後面 他們要回警察局 那嫌犯呢就良心發現了 想說人也被抓了 就說好吧 說我告訴你們啊 這個孩子啊 我把他藏在森林的一個小屋裡 那警察就去了 就把這小孩子救出來了 照講是不是很好 但是後來在審判的時候呢 這個犯人說呢 他們啊 這個是叫我先講 就是沒有被拘捕之前先問話 在兩個警察說是 那這樣自首是嗎 不是 違反這個司法程序 喔 起訴不了他 你不能起訴他喔 所以後來啊 兩個警察到法庭上 證明呢 我們的對話是他偷聽 那不叫問話 他叫偷聽 偷聽之後呢 他自己招 我們沒有問他 他自己主動說 孩子藏在森林裡 後來好不容易啊 還終於把這個綁架犯 給繩子以法 所以有的時候 你看這個司法程序啊 他不管你是 這個是不是綁架的犯人 這個是不是警察 代表公權力 但是程序不對 就沒有 是 對不對 這也是個案例啊 好 那時間的關係講到這裡 我們稍坐休息 待會回來之後呢 有朋友希望發言 歡迎不打電話 那我們要不先接好 喂你好 小吾好 兩位主持人好 小吾好 小吾好 關於孟晚舟這個事情啊 我個人有幾點想法啊 好 第一 就是說他可以在加拿大 起訴美國政府嗎 是不是應該到美國才能 是華為起訴的美國 華為公司在美國起訴美國 孟晚舟個人起訴加拿大 對 所以說我說這有個管轄的問題 他肯定是要到當地才能去吧 是 他們分別 分別 分別啊 謝謝謝謝 這樣就對了嘛 對不對 對 另外我還有一個想法 就是大家其實我感覺很多的想法 就是說都把這個正好趕在 就是說中美貿易戰這個結構眼上 就是說來看待孟晚舟 就是說這個被加拿大被抓的這個事情 是 其實我們應該回歸到事情的最本質的問題上 就是說美國政府要求要逮捕孟晚舟 前提就是說孟晚舟代表華為公司在美國有過犯罪行為 對不對 那這個犯罪行為是不是他們有證據可以被證實 他確實華為有過相關的犯罪行為 如果說就是說有這樣的犯罪行為的話 那你作為孟晚舟代表被抓的話 其實你應該是直接應對他這個 就是說這個起訴他的要逮捕他的這個理由來進行應訴 對不對 我們過多的就是過多的是把這個華為這個事件 非要得把這個聯繫到中美貿易戰的這個大的政策 政治環境下 我感覺這個有時候有些時候不太容易能夠看到 就是說這個本質 會模糊焦點你的意思 對不對 所以說如果說你有犯罪行為 那麼美國政府抓緊 其實你再去打官司的話 再加上這樣的 應該說再加上這樣的政治環境 你是不可能贏的 是 好的 另外還有一點 就像說就是說人家說華為是國有企業或者怎麼樣 首先我看到媒體以前報過孟晚舟說有七本還是八本護照對不對 那麼首先咱就來講了 作為中國公民來講的話 你只能有一本護照 那麼另外的幾本護照是哪裡 是其他國家的護照還是中國的護照嗎 香港特區 如果說是其他國家的護照那更麻煩 中國不承認雙國級 對不對 所以說這都是這些事情 所以說這裏面其實已經已經隱藏了很多的問題了 對不對 是 是是是 好的謝謝您的發言 謝謝 謝謝您的分享 所以孟晚舟這個案子就說實在話 就連剛剛開始的時候有人問中國外交部說孟晚舟有加拿大護照嗎 聽說中國外交部當時第一時間沒有回答 但回頭去查查一查才發現都是特區護照 香港特區什麼的 哦對對對 但是呢 他不 他就香港人嗎 這個 來 我們接聽電話 孝好 喂 您好 喂 兩位主持人好 孝好 你好 我想說一下 就是這個現在就去年那個開尾果啊 還 價錢很便宜 今年又沒出口 為什麼這麼貴啊 什麼東西呢 開尾果啊 Kiwi果 嗯 貴的都不敢相信 哦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怎麼回事啊 就是 好吧 物價上漲 物價上漲 供需之間嘛 出口太多了 是 電話雖然很多可是時間的關係 我們稍後休息 待會回來繼續接聽您的電話 一會兒見 一會兒見 各位 金總 各位觀眾你好 歡迎回到新聞金日談 我是David 鄭敬衛 大家午好是三碗 是 我們來接電話 孝好 主持人好 孝好 來 你請說 請講 我說兩句啊 好 你大聲一點 就是說 剛才那個 前面一位觀眾提到 就是說 有一種說法 說這個孟晚舟 有七本到八本護照 是啊 這個好像後來已經證實了 是一個謠言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 那個 咱們在聽這個 在 怎麼說呢 還是應該有一個分辨吧 一個分辨力 對對對 因為這個事出來之後呢 第一時間 我留意了一下網絡 有很多謠言 然後從各個側面吧 反正抹黑 華為 然後抹黑這個孟晚舟本人 後來都證實是謠言 是 有可能 對 謠言止於自責 對 要從這個 比較大的新聞網站上去看消息 對 有的時候 你包括那個大的新聞網站 包括有一些個非常 著名的這個西方媒體 有的時候也會有很多這個 不實的報導 比如我記得就是前一段時間 有一個紐約時報 關於那個中國那個 醫療系統的一個 一個視頻 後來也被網友 就是說用特別多的這個證據 證明實際上是有 裡面有很多扭曲 有很多不實的地方 好 謝謝 另外我再說一下這個 我再回顧一下這個 美國對華為的這種做法 我記得上個世紀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那個時候我是大學剛畢業 那個時候吧 我記得特別清楚 當時美國政府 對中國政府最大的批評 就是什麼呢 中國政府用行政手段 干預市場行為 然後中國的市場不夠開放 等等等等等等 然後就是當時 我記得是在中國 加入世貿談判的時候 美國當時高舉的 就是這個自由貿易的大局 要求所有的國家 要對它的企業 無條件的開放市場 然後但現在呢 我個人覺得就是美國 它能做什麼 實際上呢 從根本上否定了 它當初所倡導的 這些個自由市場 然後自由貿易 公平競爭等等等等 這些原則 另外呢 你比如說現在 它那個 它就明目張膽的 號召所謂的五眼國家 還有它的西方盟友 來抵制華為的產品 然後指責說 華為的產品 存在安全威脅 可是直到現在 我不知道您主持人 是不是知道 就是說我反正是沒有看到 美國拿出任何一個 有利的證據 來證明華為的產品 給所在國帶來了安全的威脅 然後所以我就 有時候我就感覺有點奇怪 就是說這個說好了的 這個一罪同無 說好了的這個法治精神 還有這個開放市場 公平競爭 然後尊重這個市場的遊戲規則 就是原來美國人說好的 這些東西都哪去了 怎麼他現在怎麼說呢 自己製造規則又打破規則 推翻自己的這個敘述 推翻自己所倡導的 準則原則標準 他怎麼一點也不兩紅呢 好 我就說這麼說 謝謝這位朋友 聽得出來這個80後 對於整個中國經濟改革開放 他應該非常清楚 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 實際上在WTO之後 中國加入WTO之後 一直有一個時間表 就是15年內 中國必須開放市場 讓大家有一個競爭的機會 就是美國公司可以進入中國 美國的企業可以進入中國 但是呢 這位朋友如果你去看一下 這15年來 這個中間呢 就是大家原來的預期 這個還是沒有達到 所以會變成有這些因果關係 我們今天不是站在 美方或是中方的立場 但是呢 既然你是80後大學畢業 看新聞的時候呢 要看得更透徹 否則你永遠是雲裡雾裡 自己沒看懂 就可惜了 好 那時間的關係呢 我們還是要快點講一下 在3月27號呢 最新的消息出來了 是 中美貿易是有重大的突破 據報導說呢 美國總統特朗普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或在3月27號舉行習特會 屆時是有望達成正式的貿易協議 據消息人士稱 兩國談判代表 已經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 即將達成一項最終的協議 中美第七輪經貿高級別磋商 有助縮小雙方的分歧 這意味著美國總統特朗普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3月底會晤時 一份正式的協議 有可能就已經準備就緒了 還有這個說 中國暫時同意降低關稅 並且是放寬對農產品 化工和汽車等產業的限制 承諾加快取消對汽車合資 企業外資所有權的限制 並將進口汽車關稅降到15%以下 此外呢 中方可能會從總部位於 休斯頓的錢尼爾能源公司 採購180億美元的天然氣 為了回應中方呢 美國政府將解除2018年 針對中國所實施的大部分貿易制裁 是好的那我們也期盼呢 3月27號呢 習近平在訪問這個意大利之後啊 跟特朗普能夠見個面 然後呢中美貿易的這個第一回合 暫時告一段落 對我們最後再念一下這個 微號5208的朋友表示說 其實美國知道華為產品不是不安全 而是太安全了 如果用華為產品 美國就無法監聽了 好的 這個反正5G還沒裝嘛 大家就拭目以待了 好的那時間的關係 整個新聞之後呢 我們會跟在北京的這個記者啊 第一時間進行連線 來看看兩會今天的狀況 一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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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今日談 由以下商家聯合贊助 下載PyraAPP 水工變工油漆工 就在您身邊 把范湯森 凯文盒 多年分行銷售冠軍 您可信賴的中區房產中介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你好 歡迎回到新聞今日談的後半段 我是David 鄭經緯 大家好 我是Summer 是 那各位都知道呢 全世界大家關注的2019年啊 中國的兩會啊 正非常的熱鬧 舉行了 是 那第一時間呢 我們跟在北京的這個特拍記者 Oscar啊 中興時報的Oscar進行連線 我們現在把他請到線上 Oscar你好 Oscar你好 你聽得到我們聲音嗎 兩位老師Summer 兩位主播 下午好 下午好 你好 你好 現在您所處的位置是哪個地方呢 是的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現在身處的位置呢 是天安門廣場 我是來自中興時報 和中華電視網的特派記者 崔志森 然後在這裡給大家帶來 關於兩會的現場報道 那在這裡呢 我也向新西蘭中華電視網的觀眾 還有AM936的聽證朋友們 問好 是 謝謝您Oscar 目前來說 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下 關於2019年這個兩會 現在的進程呢 可以的 今天呢是來到了第三天 那也是3月5號 那全國人大 我們可以看到呢 今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開幕式 就在我記者旁邊 人民大會堂正在進行 是 對 可能大家已經非常關注這個事情了 是 目前來說是已經剛剛開幕是嗎 對 我們也請我們的攝像記者 把這個鏡頭拉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身後的這個人民大會堂 那他別人的話 對 現在裡面正在進行一個開幕式的講話 那是由我們看到是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做了政府工作報告 那國家主席習近平主席出席 現在大家正在審查 18年的經濟發展的執行 與19年的計畫草案報告 大家也知道呀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 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之年 因此今年的兩會充滿了看點 是 因為現在不好意思 可能時間那個視頻傳說有延遲 我們沒有辦法近距離的觀看到 裡面的這樣的一個盛況 你能就是大概給我們講述一下 就是與會者他們的狀態 或者是整個會場的氣氛是怎麼樣的嗎 是的 沒有問題 我們之所以說兩會是充滿看點 因為這是一場集合了 將近三萬名的全國人大代表 還有將近兩千名的政協委員的一場大聚會 所以說他們來自了中國的各界精英 那我們也希望他們在這種思想的激烈碰撞當中 給老百姓帶來更多有會民生的一些利民政策 然後我們大家也都非常期待 所以說我們記者會在這裡守候 然後看看有什麼最新的消息傳出來 剛剛就在幾分鐘之前 我們聽到李克強總理做的報告裡面 講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我們中國要進行一些降稅的改革 比如說我們將會把交通的稅率 從16%降到了13% 然後全場也是響起了一片掌聲 我們也相信這種降稅的政策 也會給中國的內需帶來了極大的一個推動 好的主播 是 所以說這個看樣子 剛剛結束的這個人大新聞會 還是亮點特別的多 然後這個好消息也特別的多 對的 的確是這樣的 對 那麼我還想知道 列席這一次會議的海外僑胞的代表們 有哪一些呢 是的 2019年的兩會 據我們記者了解 來自六大洲31個國家 總計40名的海外僑胞代表 來到了北京 一起與我們參政議政 這裡面我們尤其要提到的是 我們新西蘭唯一的三會代表 陳曉先生 那他是新西蘭的華裔藝術家 我相信中華電視網 電視機前的很多朋友 可能都會了解這位陳曉老師 昨天晚上呢 我也是去到了陳曉老師的下榻地點 北京會議中心 然後對陳曉老師做了一個專訪 那我也把視頻資料全部送到了這個 我們WTV中華電視網 感興趣的朋友可以關注 稍後播出的新聞節目 是 您作為一個記者 去到了這樣的一個兩會 安檢或安保工作 今年進行的也不錯吧 安檢我們可以說 今年又有的升級了 給大家介紹一個小的細節 對 今年我們所有記者 入場的時候 隨身只能帶一部手機 另外所有的充電寶 我們今年都是沒有辦法帶進去了 所以說我們看到很多記者在外面 沒有辦法 只能說是 寄存一些 比如說電池了 比如說充電寶了 所以說今年這也是一個 比較奇特的景觀 那當然了我們也說 安保是重中之重了 尤其是在這樣一個 全國矚目的盛會 所以說我們記者呢 也會盡自己所能 然後在努力完成報道的行程下 幫助大會保持秩序 好的 主播 好的 奧斯卡 謝謝你 當時我剛才有聽到你說 昨天晚上對這個 進行了一個採訪 陳曉 對 陳曉進行了一個採訪 你能大概的就是講一下 你們採訪的內容嗎 當然可以 我去到陳曉先生的一個 下榻酒店北京會議中心 然後跟陳曉老師 住期長談了有30分鐘 我們談到了很多議題 當然了因為陳曉老師 是來自我們新西蘭 我們談到了很多方面 是關於中心兩國關係 陳曉老師當時就表達了 這樣一個觀點 中心兩國雖然是 有一點小摩擦 目前來說 我們看到有一些小摩擦的存在 但是我們不能否認 兩國我們這種有益成存 而且是我們看到了很多 有其他進步的地方 這個我們是不能否認的 而且我們有這麼多華人 華僑住在新西蘭 我們大家的心 其實也是希望兩個國家都是 僅僅在連帶一體 有利於民生 另外呢 陳曉老師談到了他的個人作品創作 我們也了解到 陳曉老師的畫作 也是被收到了 新西蘭的國會大廈 另外呢 新西蘭的前總理莊佩 也曾經清零他的畫展 陳曉老師 這些年呢 在全世界各地舉辦了 30多場的畫展 所以說也是一個 深受歡迎的藝術家 那我們也了解到 他有一個稱號 是充滿重重東方色彩的 新西蘭藝術家 我想呢 這樣也會對於我們中國的藝術 也是一個極大的推動 對 所以說看樣子這個促進這個 對 促進新中關係應該 對 那那麼就是 我還想 最後想問就是 奧斯卡一個問題 就是說 餐會代表有哪一些 比較精彩的提案 能簡單的跟我們介紹一下嗎 是的 沒有問題 像我們關注了海外僑胞代表呢 他們關注的其實是 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一些事情 比如說 有的海外代表關注了 我們的海外二代 海二代 他們在國外的一個受中文教育的情況 因為我們大家知道 我們中文 雖然是我們的母語 但是我們很多的小朋友 在新西蘭 在其他的地方長大以後 可能中文反而成了第二語言 海外僑胞他們就關注到了這個現象 然後在今年的兩會上希望提出 我們如何大力普及這個中文在海外的一個教育 那我們也看到了其實一個比較欣喜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我們的孔子學院 其實在遍地開花 包括在新西蘭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孔子學校 所以說我們相信這肯定會是 對我們的中文是一個極大的推動 是 另外呢 另外呢 我們也看到新西蘭還有我們自己的中文中 這個也是我們非常以為好的一個節日 所以說我相信新西蘭的普及程度 肯定會比其他國家更好 是 好的 謝謝您 歐斯卡 謝謝您 辛苦了 給我們帶來這個即時新鮮出爐的前線報道 好的 謝謝您 謝謝 祝您在北京一切都好 好的 謝謝 好 拜拜 那剛剛的連線看得出來呢 這一次兩會這個有很多亮點 亮點 特別是像海外的這樣一個僑胞的這樣 有一些 分享 我想大家都是還是很關注海外的僑胞 那我想在這裡呢 這個我們還是特別要講一下 昨天呢 在這個經緯點評當中呢 對不起 這個是上週五的經緯民調 昨天是關於總 大家對 不是總理 對於市長的選舉 對對對 市長選舉的結果 我看我們還是這個 從手機上看比較快一點 從口頭跟大家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對 居然喔 這個讓我有點意外 叫John Tomahiri 竟然得到了大家 大部分的這樣一個票選 支持人比較多 因為呢 講起來呢 這個大家應該認為是這個 Fill Golf 我覺得連任的機會會比較大 是不是大家都不太喜歡3.5的那個 3.5的最新 那這肯定的啦 來 我們來看看這個最新的這個數據 是 我們來看看 John Tomahiri呢 是獲得了35%的票選 Fill Golf是20% 還有一個 John Palino是獲得了44% 是John Palino獲得的比較多 對 最新的一個 John Palino 那看得出來這個華人還是 但是Fill Golf是最低的 好吧 所以Fill Golf要加油了 好 那我想在這個 今天新聞結束之後 後半段呢 我們會有談到 房屋租賃管理的一些專業問題 是 那我想在之前我們特別來講到一個 令人呢 遺憾的消息 沒錯 我們來看看 這是一份複告 我們尊敬的馮韻科 Coco大姐 新西蘭國際婦女會 常務副會長 新西蘭華文作家協會會長 因病長期醫治無效 不幸於2019年3月5號 成8點50分試試 純痛之會各姐妹 新西蘭國際婦女會 2019年3月5號 是 那這則令人遺憾的消息 講完之後呢 我們稍作休息 待會進入我們的 朱令環節 一會兒見 各位君主各位觀眾你好 歡迎回到新聞今日談 我是David鄭經緯 大家下午好 我是Summer 是到了禮拜二房屋租賃環節呢 對所有的租客跟房東來說啊 這是一個長知識的時間 沒錯每週二下午 我都長了很多 因為我覺得因為最近出的一些政策什麼的 平常平凡人讀不懂 對 那最重要要請到租賃達人 Dora來到節目當中 Dora你好 大家好 電視機前面跟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然後呢 我很感謝大家就是一直在收聽我們的節目 最近呢 在下了節目以後呢 我們電話的諮詢也很多 然後呢最近我們的業主呢 也非常積極踴躍 然後呢不單只詢問我們的業務 還跟我們簽訂了委託協議 那我們的好消息就是 我們手上大部分的物業都已經租出去了 然後呢在這邊我們承征更多的房源 只要您有合作的意向 歡迎您給我打個電話 是 這Dora基本上呢 感覺到它是充滿了活力啊 熱情 所以各位呢 千萬不要客氣 打電話盡量打 對不對 電話號碼又特好寄 022 5010238 對不對 這個38 婦女節快到了 沒錯 女神節 要慶祝一下 對 對不對老師現在我們都叫女神節 女神 女神 女神節 或者這個 婦女感覺到年紀太大了 女神的話我就覺得 煩惱不要太多了 所以說如果您用房屋租賃方面的需求 儘管的交給女神 女神交給女神 女神交給女神 Dora 好吧 我們上個禮拜知道 就政府對於這個房屋的這個保暖 又有一個升級版 現在好像除了這個保溫棉之外 還要維持這個18度 這個聽起來對房東好像聽了頭多大了 對啊 是啊 這關鍵就是政策出來很簡單 一句話的事 但細話怎麼操作 什麼時候操作 這個東西就是有非常 產生非常多疑問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一期節目呢 我們也抓緊這個機會 在空中和大家討論一下 如何應對還有解讀政府的這個新的政策 怎麼樣幫助我們的業主 順利的讓我們從房產的投資中受益 對關於剛才David老師說的 首先就是這個保溫嘛 對 因為很多人看不懂 就唯獨就是覺得說保溫好像很重要 不斷的有在提及 沒錯沒錯 然後上上週啊 我們那個住房部長Fu啊 這位一直特別為住客著想的這個部長呢 發表了我們新的那個健康住房標準 之前的保溫棉呢 也提過 然後呢 現在細節呢 更多要求 那可能只是一部分 那日後呢 可能會有更多一些細節出 出爐 以嚴格要求出租房的標準 那如果您還沒有看到這個新聞呢 還是或者是對此不夠了解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說一次哈 首先呢要求的是保溫 那就是包括這個保溫棉供暖設備 或者其他一些一些設備 那如果呢 需要將出租房在冬天的時候啊 溫度保持在18度 然後怎麼保持呢 這就是 對啊 我就在想 這個很多加熱的設備 哪一種才是 對房東而言呢 又經濟又有效率 對 又不容易故障 又能達到政府標準 哇 就是物美價廉的 是沒錯 因為每個房子啊 它的具體的狀況不一樣 那比如說像有些屋頂啦 它是沒有辦法安裝保溫棉的情況下 那我們要採用哪一種措施去進行一個保溫的一個 加溫 對啦 怎麼做這個保溫的這個服務呢 所以呢就要根據我們的專業經驗 然後給您一個評估 給您進行一個判斷 給您一個專業的建議去實行操作 這太重要了 沒錯 對所以說第一個要求的是保溫嘛 對沒錯 第二個我關於通風要說安裝排風扇對嗎 是的是的 它是要求呢 起居室 那就是像我們的客廳啊 餐廳 廚房 臥室等等地方啊 都要用這個通風設備 可能大家普遍聽到的就是一些通風換氣系統等等的 但是是不是每個房子都適用呢 就像我剛才說的一些保溫棉的服務一樣 可能並不是每個房子都適合 那具體如何操作呢 那我們不單只要等政府的細則出台 然後呢也是很重要 就是我們作為物業管理公司 或者是作為業主代表來說 我們都要有一個想法 然後呢才能給您提供一個好的方案 所以說找你們 你們會各方面的都會進行一個管理和建議吧 是的沒錯 因為政治有點強制性的嘛 沒錯 如果你不做政府將來會罰錢嘛 對的 聽起來 是的會有一個比較高額的罰款 當然了不是說上上週宣布 然後下一週就要開始施行 它總是有一個時間它才要落地的 緩衝 對對對沒錯 那但我們在這個期間如何應對 然後呢就是作為一個專業的物業管理公司來說 是我們的問題 只要您把您的投資物業交給我們 我們會為您做百分百的租金保障 還有做我們 專業的律師團隊 對啦 我們做我們的最好的服務 是 剛剛說到了有保溫 有這個通風 因為紐西蘭也比較潮濕 我覺得防潮應該也是重中之重嘛 對 防潮的情況呢就更加複雜了 因為出租房 它不單只是一種單一的一種建築結構 那它有時候的建築材料呢 可能會有更多不同的類型 那如何讓出租房 保持這個地板的防潮層和排水系統 就是運作正常保持房屋的乾燥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重城物業管理 是有自己的物業維修團隊 可以給您專業的意見 做房屋升級和改造 是 第四點 比較重要的一點 可能就是密封性 對 房屋的密封性 是 那出租房的牆壁啊 窗戶地板呢 以及天花板上啊 那政府要求啊 是不可以有透風的空隙的 那關於這一點呢 大家就會想說 如果我住在一個房子裡面呢 四面通風 呼呼的往裡吹 那麼是不健康的 所以說呢 政府會要求就是說 增加這一個密封性 去達到更高的一個健康的標準 這就是房東的市容 沒錯沒錯 這種標準的話 他要怎麼去測啊 怎麼去知道 你有沒有達到這個標準呢 對 這個是呢 在一個以成績為基礎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說 先進行一個政府 給您進行一個要求 然後呢 業主進行物業的一個升級 那當然啦 居住在裡面的諸客 那他是最有發言權的 假如他覺得 這一個物業 有風灌進來了 對啦 他可以去投訴嗎 對他可以是去投訴的 對 那相關單位就會要求房東改善 如果他跟房東講 房東不理的話 對那有可能會面臨一個 更加嚴峻的後果 所以說呢 就像和諸客打交道的時候 可能會有很多的信件往來 很多的信息 那到底什麼地方做的是對的 什麼地方是可以改進的 那我們呢 作為一個專業的物業管理公司來說 可以替您處理所有的這些業務 讓您的投資物業無憂 對因為我剛聽到這四個保溫通風 才那個換氣還有那個蜜蜂 蜜蜂 對還有防潮 這些都是如果交給你們的話 都是會一一的去進行一個建議 然後會審查嗎最後 是的我們會的 然後像我們上一期節目提到過的一個 moving inspection 還有一個我們的regular的rotating inspection 然後在這些檢查裡面呢 我們都會給您做一個細化的一個報告 然後呢讓你對你的房屋的狀態 有個清楚的認知 也讓我們了解到這個房屋的狀況是怎麼樣 如果租客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替業主有理有據的去拒絕掉的 對因為我知道這個新西蘭的這個租賃法 一直都是沿用1986年的這個租賃法 近幾年也是增加了許多的法規還有條款 沒錯 好像是德國這個地方 是不是它的租賃法就是比較完善 新西蘭有在copy這種歐美的租賃法的意思吧 現在有 是的 是的 然後呢像是剛才您提到 德國這些福利國家呢 它認為呢出租法呢 是一個人就是居住啊 是人的一個基本的權利 所以呢像您剛才說的 像1986年以後啊 這個租賃法就沒有一個大的變動 那今年的變動看起來似乎是非常的多 那不缺乏這種原因是一直在效仿別的國家來完善這個租賃法 那像我們新西蘭的房東 那應該要怎麼樣去適應這些改變呢 那就長遠的來看呢 我們其實上是沒有辦法阻止新西蘭的政府出台更加 詳細和嚴厲的措施來約束和要求出租房符合各種標準的 那就像我們說的嘛 胳膊擰不過大腿嘛 那大腿要這麼做 那我們只能說那我們小胳膊能怎麼辦呢 大英雄嘛順勢而為 我們作為房東呢也是一樣的道理 好房東不好當 那不在於能否 僥倖地逃過這個政府的規定 不是為了躲避這個規章 那關鍵呢是在於是否可以輕鬆地應對 然後呢在這一些條款出爐以後 仍然找到我們業主的一個生存的空間 是 所以說這個交給眾成管理 是不是就是感覺沒有什麼憂愁了 對呀 聽起來現在當房東越來越多 嗯 對不對 是的 因為我們作為物業管理公司來說 特別是眾成物業管理 我們立志作為行業的標杆啊 不單只是規範我們的作業 那更重要的是一個呢 我們的律師團隊能夠給我們提供 有效正確的信息 幫助我們解讀及時呢 傳遞給房東 讓房東了解到這種法規法則 然後避免到我們在 經營我們這個投資物業的時候 遭受到任何不必要的損失 就這些法規出台的時候 你們你們的律師團 應該第一時間就已經 研讀了吧 挑燈夜讀了吧 是的 是的我們會密切留意這些法規 法令的更改 然後呢 會給我們業主提供一個有 行之有效 並且就是經濟實惠的一個解決方案 是 所以說呢如果說大家有需要的話 趕快的這個掃描屏幕 右下方的二維碼 添加重城管理的微信 或者說您是聽廣播的朋友的話呢 直接是微信搜索 KHMG888 KHMG888 就可以添加他們的微信 他們的公司電話是092186878 或者是直接找DORA 0225010238 你有任何房屋租賃方面的問題的話呢 都可以麻煩他們 好的 那我們稍後休息 繼續待會兒來訪問DORA 一會兒見 一會兒見 各位觀眾你好 歡迎回到新聞今日談 我是David 鄭經緯 大家好我是Summer 是我們繼續進行我們房屋租賃管理的環節 剛剛有很多朋友發短訊或微信上來 那最重要加入他們重城管理就解決了 是的 可以問他們 因為比較專業方面的問題的話 有專業的 有律師團隊 有DORA 你找DORA就可以找到重城管理 DORA就去找律師嘛 有分批 就是有關於律師的 有關於客服的 反正都分得很清楚 對嗎 是的沒錯 我們就是為了讓我們的客戶和業主 有一個更加優良的一個客戶體驗 我們把我們的公司的那個結構呢 分得比較細化一些 這樣子 我們就是確保您的所有的一些諮詢 或者所有的一些需求 能夠得到滿足 然後我們團隊之間 再進行一個內部的溝通和協調 然後呢整個團隊為您結成服務 是 剛才我們是講到了說 有些細則已經出來了 而且是越來越嚴厲的租房的要求 那麼這個房東和物業管理公司 在這樣一個嚴苛的標準之前 該怎麼樣調適呢 這個隨著租賃法越來越嚴格 會更多細節要求的出台啊 那麼其實上呢 在一定程度上 對於物業管理公司來說 是一個非常良好的現象 那是大量逃殺嘛 只有最優秀的才能夠留下來 那就要求我們物業管理公司 不單只是在我們日常的管理行為之中呢 遵循標準 然後呢也要求我們不斷的精進去學習新的知識 然後呢才能更好的為我們的業主的服務 那市場上呢有一些管理的中介啊 可能呢無法應對的面臨比較多的問題 最終會被淘汰 或如果您覺得您的物業公司 目前做的事情不是讓您非常滿意 您對他有一些疑問的話 歡迎您來電聯繫我們 然後諮詢我們 關於一些管理公司 應該做的事情 我們呢也希望給您得到一個 讓您滿意的答覆 我的電話號碼是022-5010-238 或者可以加我們的客服微信 KHMG888 是 那麼其實呢 我們都知道現在的房地市場 不是特別的景氣嗎 很多房東呢也是想要把這個 準備賣的房轉變為出租屋 所以說其實出租行業是在新西蘭 比較受歡迎的吧 是的 出租房的行業其實是在新西蘭 一個必須存在 而且是必然現象的一個 有這麼一個市場 所以呢 政府在規範房地產買賣市場的同時 也在規範這個租賃市場 這是一個大趨勢 我們就說了 是沒有辦法去改變的 嗯 所以呢 就是 我們要 不單只要調整 這個 對策略的了解 然後第二方面呢 也要去考慮到 如何去維護我們業主的利益 是 所以說這個 其實政府的這些規定 因為剛才有朋友發短信來說 嗯 可能大大多的方面是為租客好 他覺得說 可能房東的利益 會不會有受到損害呢 嗯 房東的利益呢 有沒有受到損害 要看 具體在租賃的期間 和租客溝通的時候 是怎麼樣交流的 然後呢 我們也並不一定說 有任何問題發生以後 都是業主的責任 那 作為一個好的物業管理公司來說呢 是能在中間起一個 調節的作用 清楚的劃分責任跟義務 讓我們的房客知道 他們應該做一些什麼事情 去維護好他們租賃的這個物業 那也讓業主知道 那在這個物業呢 是在我們管理之下呢 有一個很高標準的一個 一個規範啊 是 還有一點呢 我們都知道很多朋友是 比如說自己私自的就是出租屋 還有包括現在就是 你們就是幫別人出租房屋 這樣的一個事情 如果說不符合政府的這一些 保溫的這些規定 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呢 嗯 首先啊政府呢 不會說每件房子去查 但是呢我也奉勸各位業主 不要抱有這種僥倖的心理 像是我之前有接到蠻多的電話說 我們家有個分租的一個區域 那我可不可以也交給你們去管理呢 那我們也要根據個案具體的分析 我也會給您一個比較安全 更加穩妥的一個方案 但是呢政府啊 它其實上是會對出租房有一個抽查的 然後對不符合規定的檢查啊 進行一些 進行一些相應的罰款 即使逃過了檢查 也有可能像我們剛才說到的一樣 被租客舉報 有一些比較懂法的一些租客 對 有的租客很難搞定 我說實際上 對 然後呢我們對這個租客啊 也是想說存在即合理嘛 對吧 你要租房呢你肯定有租客 你有租客 那也有可能有一些非常老油條的租客 就特別特別懂法律的 那租客 他玩死房東 對 他確實有一些時候呢 會比較容易跟房東產生一個 我們所謂的扯皮的一個行為 對 這樣確實是讓我們的業主不勝其煩 那只要是交給我們 重成物業管理 那百分百的租金保障 跟專業的律師團隊 能夠讓你的投資無憂 讓你這些煩惱 都找不到你身上去 對 我想這個真的是重點 因為我們做這個租賃環節 最重要就是要替很多房東分憂 沒錯 因為呢說實在話呢 做租賃管理 那個付出的那種心思跟勞動 跟那個對價關係 其實根本差太遠 是 很辛苦 對不對 你說半夜水漏了 也找你們 對不對 沒錯 這個門壞了進不去 也找你們 有時候我們生根半夜 我們都在默默的工作 你們就沒有下班時間 所以我說Dora真的是 好像那個精力無窮 非常的旺盛 然後又很熱情的服務大家 對 我努力 房屋交給他好像就沒有什麼 憂慮的感覺 因為你交給一個看起來 沒精神的比較危險 因為他晚上睡著 半夜睡著 那Dora這種看起來 晚上睡覺都睜著眼睛的 對不對 很精神的 還有我們是貓頭鷹 很精神 天啊 鄭老師給了我好大的工作 因為我碰到Dora 我都總覺得她是笑臉迎人 隨時呢都精力充沛 你會困嗎 鄭老師我當然會困啊 沒有我是看她每次都那麼精神 那麼好啊 對不對 所以呢這個房東分憂 叫找Dora 對不對 那其實因為我們 你上次也說了嘛 你們家房子就是因為 沒有做好這樣的一個檢查 是是是 現在反覆的折騰 因為有些人比如說 房東住北岸 你會不會是 他也因為這樣跳下來做 對對對 其實上對於我來說 從事這個行業 不單只是一個一個職業 那他更多的來說呢 我覺得是我們服務大眾 然後呢為我們各位業主提供一個信息 那麼一個渠道 當然我也非常願意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所了解的各種信息 對呢也是希望通過我的服務 然後呢避免有任何別的業主發生 同樣在我身上發生過的這個情況 將心比心 這個我覺得最重要 對 你深同感受 沒錯沒錯 所以呢維護起來 維權的時候一定 維的比較好 對對對 因為我比如說有些房東在北岸 你的出租房在東區 這樣來回跑 郵費估計也受不了吧 是的沒錯 那我們進行一個系統化管理的時候呢 就會合理的分配時間 然後呢為你的物業做到量身定制的一個服務 然後呢也是希望就是說 業主啊不會再把這個時間和精力 花費到一些無謂的一些糾紛啊 或者是搞到要上法庭啊或者調解啊 都有可能讓我們的華人業主在這個 不管是語言上或者是專業知識上吃虧 所以我們希望你會有 我覺得語言是麻煩 對對對我希望您是有更多的時間 在您辛苦工作得到這個 買到這個投資物業以後啊 是有一個健康的一個投資趨勢 讓您有更多的時間 其實上是跟自己身邊愛的人在一起 對所以我一直認為喔 一個投資出租房啊 對房東來說呢 就像投資一家公司的生意 沒錯 那每個行業每個生意呢 其實都有很多那個 並不是那麼入門不簡單 所以乾脆呢你投資房地產就交給眾成 這個是聰明的做法我覺得 對啊就像你買了一家電視台 你不能自己上去當主播嘛 對不對 你乾脆呢就顧我們兩個就好 對不對就到底一樣 這樹葉有專攻啊 對對對 所以找Dora就對了對不對 我們到時候會幫房東什麼比價呀 會的會的 這當首先我們自己是有專業的這個維修團隊 那我們能夠確保的就是我們的施工是達到標準 而且呢是在市面上找到最優秀的一個團隊 去替您做專業的業務 然後呢就像我們剛才說到的 您做買一個設備 然後呢那您需要進行操作的時候 那您希望是一個專業的人士去替您做這個操作 那就像您買一個房子 你需要保險一樣 當然您這個投資在這個地方也是需要個保險 那使用我們KHMG重城物業管理 就是您為您的投資房買了一個最好的保險 對所以我想各位啊 如果現在自己管理房屋 不妨跟Dora聊聊 聊聊之後呢 聊出零感 如果你真的覺得說值得信任 你就把你的房子 交給重城啊Dora來管理 那這樣的話呢你省心省事 因為很多人是不了解 覺得說哇交給你我自己就少賺一筆 其實他們不知道的是 省下來的那個力氣跟一些糾紛扯皮的一些事情 煩惱都沒了 你如果租客從來沒有找過你麻煩 那你簡直是中樂透 理論上來說呢多多少少都有 不是租客找麻煩 他有時候是東西壞了 三更半夜對不對 漏水 你說你的物業你不去嗎 對不對 對沒錯 每個房子都泡水了一定要去啊 真的有發生過啊 我們有半夜出動去修水館的經歷 所以對於一個物業管理公司來說 時時刻刻的能夠滿足這個房東的要求 那是我們作為物業管理公司來說 一個必修的功課啊 這不是說我忙起來我就可以不管你 那物業管理公司是在業主您最煩忙的時候 替您解決所有的問題 還有包含睡覺的時候 你睡覺我去服務 這個按照這邊是在小時候算錢的 所以這個物超所值啊 但我覺得這個真的物業管理就像一個服務業 真的是用心去做不分日夜 對對沒錯 所以這個真的跟我覺得跟Dora先聊聊之後呢 我自己都找了很多見識 特別老師買完房要交給我管喔 如果我有錢買我一定找你 但目前還沒錢再努力賺一下 關鍵要看政府的政策了 所以大家現在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如果你現在房地產覺得是進場的時候 其實也未必是不對的 因為這個房價現在還不錯 可以挑的東西都 貸款利率呢今天又有新的出來 才3.6級 那太不像話了 怎麼那麼低啊對不對 所以呢現在投資物業是時候 但是買房之前找Dora 是 Dora會給你建議嗎 我會給你一個最佳的建議 包括做一個免費的一個租金評估 或者是就是替您看一下這個正在估售的物業 有沒有一些什麼問題 那我們可以規避的 還有一些潛力啊我們都可以看一下 太好了 是的 所以說大家趕快和重城管理聯繫 添加他們的微信 KHMG888 或者撥打公司電話092186878 或者聯繫Dora0225010238 好的 今天非常謝謝Dora在這個節目當中 讓我們分享了那麼多的資訊 謝謝Dora 謝謝你Dora 沒問題 謝謝大家 也謝謝大家收聽收看 我們明天下午再見囉 明天再見 拜拜